現在大家已經知道亮紋是怎麼產生的 而且為什麼亮帶的強度會衰減那麼快 那個誰把他叫起來 現在請同學看193頁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第七個 亮帶中線的位置 它這邊比較簡單的講法就是 你可以直接取那個介於相鄰量暗紋之間 那為什麼這中線位置不是最亮位置 我剛剛講過這個大概牽涉到比較複雜數學 我們就不太去討論它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寫 第一個第一亮帶 第一亮帶的中線 發生在光層差 這邊的光層差指的還是頭尾兩端的光層差 W sinθ 等於2分之3λ 的時候 這時候它發生的位置 sinθ 要抄要快一點 2分之3λ 除以w 再來 所以它對應的位置 y 我這樣一直寫 寫那麼多遍你要記起來 來請問一下y等於什麼 哈囉 來y等於 L 不是讓我們打 L 這什麼 sin 是不是L sinθ 所以把剛剛上面這邊 再乘sinθ 之後來其實就是2分之3Δy 好 再來 第二亮帶的中線 因為課本是一下子就把公式寫出來 我想我們先不要 來我們一個一個寫 來 這時候就發生在ad 記住老師的ad就是頭尾兩端 好 一樣發生在這樣子 然後等於2分之5λ 所以來這時候sinθ 就是2分之5λ 除以w 所以來它的y就等於Lsinθ 來等於2分之5Δy 所以它亮線的位置比較特別是從2分之3開始 2分之5 來ok了嗎 那個剛剛分幾段的方式我沒有在這邊寫 我想應該知道 就是老師剛剛在這邊講的 來這邊分三段或者分五段的方式 我們就不再去寫它了 好 所以最後我們就把一般的通識寫出來 來2分之3 2分之5 2分之7 2分之9 所以如果寫成通識的話 應該寫成n怎樣 我們之前是從2分之1開始 是不是n-2分之1 所以來這邊就可以寫成什麼 n加2分之1 所以再來 亮帶中線位置 來這邊課本 好來 各亮帶中線的位置 來各亮帶中線的位置 各亮帶中線位置在哪裡呢 在光層x A珠的光層x 等於wsinθ 等於n加2分之1λ的地方 這是第一個重點 好 那記住n等於1 2 3 然後兩邊對稱 所以n就是有1 2 3 好 那至於它的位置 來它對應到位置 各亮帶中線到屏幕中央線的距離 如果用y來表示 好 那這個y的話 y的話就是lsinθ 那現在這邊的話 其實就是n加2分之1 delta y 因為課本沒有寫delta y 那delta y的話就等於 L分之 對不起 w w分之L 怎麼知道 好 來 它有課本稍微說明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往下面看 來 這就是 一樣把框起來好了 這就是暗文的位置 課本在說明第一暗文的位置 來是寫在下面這邊 來好了嗎 請大家先跳到最後一段來看 來 這就是亮帶的說明 如果單狭鳳上下兩端A珠發出來的光線到屏幕上一點的光層差2分之3 lambda 來這就是我講的 好 可以把想要縫分成三等份 來想要縫分成三等份 來就是這個圖上面的 呃 珠希 Cbba 好 其中 這是上 剛剛剪的 來 A發出來的跟B差了2分之1 lambda 所以 A B 跟 B C 反正你就看哪兩段都可以 來 A B B C發出來光兩兩抵消 好 但重點在下面這句話 有兩段抵消了 第三段CD發出來的光線沒有可以抵消 所以在P點產生亮帶 因為 因為它基本上不是完全建設性干涉 所以 它的亮度比起中央亮帶 由霞鳳中所有點發出來的沒有光層差的光波疊加而成 那個 這邊的話 中央亮帶這邊的話是完全建設性干涉 中央亮帶的話是完全建設性 所以 它就是非常的亮 但現在這邊 現在這邊的話 因為只有三分之一 而且又只有建設性干涉 所以它疊加而成的亮度 基本上是比較弱的 它是比較弱的 所以就造成繞色圖案上面 它的強度會越來越弱 而且其實弱得非常非常的快 OK嗎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下 最後一個我們跳開的DELTA L A珠的光層差如果是2分之λ 我想同學應該已經有人知道了 我們剛剛的亮帶是從2分之3開始 2分之5 感覺是不是就把2分之1跳掉了 好 來大家看一下 來在這邊如果A珠 來這個真的就只有2分之2浪檔 來對不起 這時候請問一下 來看有沒有辦法被抵消 沒有 那既然沒有辦法被抵消 按照剛剛講法 照到來講 這分之也是亮帶 是不是 那這亮帶應該是不是也是比較弱的亮帶 可是那為什麼這不是第一亮帶 為什麼2分之1亮帶 來這不是第一亮帶 這就是我們一開始講的 來請問一下 在這個圖裡面 你們左邊那個圖 來2分之1的地方 來其實 2分之1的地方 來其實是不是就在這個地方 來就是在這個位置 那為什麼這不是第一亮帶 這很簡單 因為它跟中央亮帶之間 來有沒有按文 沒有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就是告訴你 來我們認為2跟第一亮帶的地方 這個其實就被包含在什麼東西裡面 就是中央亮帶 這樣知道嗎 以後那就包含在中央亮帶 所以那中央亮帶其實是正 它每個地方就正中間 是完全建設性單車 往兩邊兩旁 其實並不是完全建設性單車 所以幾乎會稍微暗密歇歇 那如果眼睛沒有辦法見面 你會覺得還蠻亮 可是在那邊的話 你看這個圖我想還蠻明顯的 中間的地方比較亮 來這邊稍微就暗密歇歇了 所以這邊2分之1亮帶 其實以後就不用特別討論 它就已經包含在中央亮帶裡面 所以為什麼中央亮帶會特別寬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好所以 來這個是在最下面 來2分之1Lambda的話 來這部分是包含在 中央亮帶內 好所以最後 來好了嗎 好我們一樣模仿乾涉 我們把整個所有的資訊 把它整理出來 那這個整理的話 因為課本這邊剛好 它有畫強度圖 我想畫畫在那邊 那所以我現在就要回頭看191 我再講一次 我現在畫類似哪一個圖 類似乾涉這個圖 哈囉 這個 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 來這個圖 你如果把它整個完全記起來的話 那你乾涉的東西幾乎公式都在上面 對不對 條件我也都寫在上面 好那現在繞色我們也一模一樣 來做一件這樣子的事情 好所以我們現在請同學看191 好旁邊這邊空白應該可以 好所以來這是第八點 第一個當我們要來討論亮帶暗帶的時候 來現在全部一起幫你把所有工資整理一遍 好我們要用紫色好了 紫色是不是還蠻亮的 清不清楚 前面同學可能還好 後面還紫色的 來看看一下 來現在討論的就是光層差 為什麼寫不出來 來光層差 來光層差 就是頭尾兩個的光層差 好注意 來現在告訴你 如果光層差是0 來中央亮文 光層差是lambda的整數倍 來是暗文 光層差是n加2分之一lambda的時候 來是其他的亮帶 所以來這邊這是暗 好我們第一個 後面老師就不再去寫他了 好來這邊的話就是 這個跟乾色不一樣要分三組 來分三組 第二個 這個ok吧 剛剛講的lambda整數倍 然後再來就是2分之3lambda 2分之5lambda 然後中央亮文要特別抽出來 好再來 那這些n都是從1開始 好再來請問一下 光層差可以寫成 Wsinθ的條件是什麼 我已經反覆不知道問了 第幾遍從乾色開始問 來請問一下 來可以寫Wsinθ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那個可以視為平行光 所以來這邊的條件就是l 遠帶於w的時候 來ΔL 可以寫成 Wsinθ 好所以Wsinθ的話 來一樣 它就等於nlambda等於0 等於n加2分之1lambda 好再來 好來於是這樣子就可以找出來 我們講過來 我們需要是sinθ的位置 所以sinθ的位置就是n 乘以lambda除以w0 還有n加2分之1lambda除以w 好再來 來這是找sinθ的位置 好再來我們還要再來找y 好請問一下y 我們後來本來y的公式照道理來講 來 y的公式本來應該是ltanθ 這個圖應該不用再多畫了吧 你不用再畫 我只是在跟你講一下 來這個是y 這個是y 來這是霞鳳 這個是l 這個是θ 還記得吧 所以本來應該是ltanθ 來可是我們後來近似為lsinθ 來是怎樣近似的 來就是θ要很小對不對 來θ很小的話 來其實就是w 遠大於大於lambda 好這時候θ很小 好所以這時候y就可以近似為lsinθ 那寫了lsinθ 的話就把剛剛前面的這個sinθ 帶回來 所以來他就可以寫成 nΔy 還有0 還有n加2分之1Δy 所以來講了兩天所有的公式就在這邊 好一樣 好其中Δy DELTAY DELTAY 那麼他用的條件有用到l 遠 對不起齁 看你要寫在哪邊就可以了 他用到的條件就是l 遠大於大於w 然後w大於大於lambda 這已經幫你把所有的公式整理出來了 1 2 3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模仿 好來這個刻板這個圖 老師為什麼剛剛畫在這邊嗎 來就畫這個圖 好來這個縱軸就是光的強度 那橫軸 對不起我現在橫軸 我一樣我要模仿之前講的 第一個如果是用y y的話 所以來這邊就是0 對不對 然後1一個Δy兩個Δy 所以來這邊就是乘以Δy 來大家一邊看的公式 我一樣一邊問 來這個是第一按文 第二按文 然後再來 這個就是第一亮文 第二亮文 這樣子 來主要這是VeltaY的位置 這裡有問題 好我們再繼續來問了 來17號 來請問一下 來這是第幾什麼文 第2按文 第2按文 來請問一下 來他的A多的光層差是多少 A到A跟他 4號跟3號是嗎 好再來來請 來29號 在哪裡 來這是第幾什麼文 第2按文 光層差 4號 上次已經跟大家講了 來這些刻度 是不是很好用 那只是後面的那個要乘以什麼 你要弄清楚而已 好來再問一個 來1號 1號這個 來請問一下 來這是什麼文 到這點 好第2亮文 來光層差 1號 18分之5Lambda 所以來帶你看 來這邊這是2.0 所以來我們一樣可以把這個幾個數字寫上來 來這裡的話就是2分之3 來這裡的話就是2分之5 所以來如果我要把它表示成這個橫軸 好第2個橫軸也可以表示成光層差 光層差 光層差只要乘以Lambda就好了 好 再來再繼續來問 好來試試齁 好來請問這是第幾什麼文 蛤 上次一點 第1亮文 來請問一下 他現在發生的Sign 是以Lambda的多少 蛤 哪有雙字W 然後乘以Lambda的多少 然後乘以Lambda的多少 是Lambda的3 是Lambda的3 Halloo是Lambda的3 好來再問一下 21號 來請問這是第幾什麼文 第2文 來他SignCyta發生在哪裡 蛤 上來試一趟 大聲一點 你在什麼 大聲多了嗎 第一聲齁 多少 大聲一點 這樣子啊 然後怎樣 他說大聲怎樣 是不是大聲有自己的大率 所以來大家知道 來如果這個改成 SignCyta的話 來其實這些刻度是通通沒有變 好來在這裡 其實你現在就知道 我剛剛這樣一路寫下來 這邊通通都一樣 所以 離開在這裡 最後一個 如果組合 還是 SignCyta 那只要こと equipo w分之lambda就好了 所以橫軸可以分開這樣子討論 所以同學可不可以直接告訴我一下 來好了嗎 來 我們現在這樣討論來請問哪一個最精準 哪一個永遠正確 一樣來把編號123 哪一個永遠正確 光層差是不是永遠最精準 好來那請問一下哪一個可能需要的條件最多 需要條件最多 我們有兩個條件嘛一個是LL遠大於w 一個是W大於大於大不大 哪一個條件要最多 Y 是不是 Y 其實這個Y的話需要L遠大於大於w 這邊還需要W大於大於大不大 那賽系啦其實只要L遠大於w就可以了 所以有時候再用的時候來自己要弄清楚 好所以我們現在再來把這個圖 把我們最後的結論寫出來 所以這個圖大家看 這個圖應該畫的還蠻精準的 可能圓比你想像的差還要多 但真的就是差這麼多 你看中央亮帶跟這邊差的真的很多 所以來這是第9點寫在旁邊 好來根據這個圖我們就知道亮度 好來亮度迅速 減弱 然後再來還有要強調的就是中央亮帶 其他亮帶寬度的話是一個Delta Y 來 好了嗎 所以我們現在來 要做題目之前我們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其實是跟之前講的很像 我們 幾乎把所有繞色的東西都寫在這一頁這個圖上面了 當然可以得到這些的結果就要經過中間的那些討論 自己要去看 好我現在來想請問同學 來好了嗎 好了 你不覺得我們這樣子的討論 跟我們之前你還記得我在講繞色 而且我們那時候還真的實際應用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在講水波的時候來這邊是一個 平行的直線波 來碰到單俠縫 而且大家都有親眼看到來當你親眼看到的時候來請問一下會變成什麼 Hello 我們那時候在實驗室裡面是不是都有親眼看到 直線波來請問一下封到一個峽縫之後會變成什麼 Hello當你看到變成圓形波的時候來是不是就是什麼 是不是就確定它有繞色 可是我這也是我一開始問的問題 如果這樣子 覺得不太對呀 按照這種講法如果是改成光的話 大家每個地方都可以抵達 所以這時候不是應該都是一片量嗎 是不是一片量 可是我們剛剛討論的確沒有問題 請問一下到底這次發生什麼回事 距離怎樣 距離太遠 距離太短 是嗎 來 靠邊說什麼 說什麼 你不要再猜了 距離太短 我覺得你想要講是不是距離太短的問題 你看我剛剛講過 照片如果你直接畫成這樣子的圓形波 你直接畫成這樣的話 不管你今天距離太近一點遠一點 來 對不起 照照片來講光是光可以抵達 那只是強跟弱的問題而已 這種畫法有沒有暗紋的問題 感覺是不是沒有暗紋 來 為什麼這樣子情況下 來 為什麼沒有暗紋 來 為什麼沒有暗紋 很簡單 請問第一暗紋發生在哪邊 哈囉 第一暗紋的位置發生在哪裏 忘記趕快看一下啦 Lambda除以什麼 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你都知道Sine C值應該要怎樣 小於1 也就是說 你如果想要看到第一暗紋 W必須比Lambda怎樣 是不是要大 對不起 反過來 我說Sine C值比較長小 W大於Lambda的時候 是不是才會有D暗紋 反過來今天如果W就跟Lambda 差不多的時候 你們告訴我 這時候C值是幾度 C值是不是90度 那就暗示D暗紋在哪裡 是不是無窮元 D暗紋在無窮元 那整個螢幕通通都是什麼東西 就是中央亮帶 不就是跟這個一樣 你看 所以你看 老師這個圖我在畫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 把答案畫在上面了 你有沒有發現 老師畫的這個波長 來跟這個W兩個畫得怎樣 我這個圖已經不是事意圖了 其實我已經 偷偷的把答案畫給你看了 就是你今天如果 W沒有大Lambda很多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產生D暗紋 或者說D暗紋是不是很遠利 來這樣了解嗎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 萬一真的W大得太大太大 畫兩個大還不夠 畫三個大 如果真的畫到這麼大的時候 我來請問一下SineSita等於W分之Lambda 會變成怎樣 是不是真的太小了 好這時候 亮文暗文是不是就密密麻麻 好這時候來看得到嗎 看不到 那剛剛這種情況 對不起 這種情況也叫做看不到 因為你只有看到中央亮文 沒有暗文是不是就沒有看到條文 其實這件事情老師在干涉已經跟你提過 跟你討論過 就是有一個考題他問你說請問一下 我看不到 干涉條文或看不到繞色條文的原因有什麼 原因有一個是因為可能W太大 但是也有可能W太小 小到跟Lambda是不是差不多 那以前其實是不會出現W跟Lambda差不多這種事情 因為大家知道Lambda是幾百奈米 你要找到一個寬度跟Lambda差不多是不是很難 但是我跟你們講過隨著Lambda的這種進步 我們現在那個 是不是縫可以越做越細 於是就有可能做到像這樣的情況 那這種情況在水波裡面可以很容易製造 因為水波的那個 波長比較長 所以我是不是很容易製造一個小縫跟他差不多 好所以來這邊在193頁 我們稍微寫一下好了 來 來看193頁 剛剛跳過去的中間那一段 來這邊我把編號10 好這邊我們要討論跟就是W還有跟Lambda的一個關係 第一個 如果W差不多等於Lambda 這時候第一按文 第一按文的Sine 它發生在Lambda除以W 就等於1 所以Sita是90度 Sita90度就代表它第一按文發生在無窮圓 那這種就是類似像這樣情況 來這時候 就是剛剛畫的圖 來這個整個屏幕 整片 來這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要跟大家把你 理論上這樣推推推推推推 然後跟我們實際上眼睛看到的 來到底差在哪個地方 那實際上我們在看水波的時候 就是因為那個水波的波長太大 所以它很容易產生像這樣的現象 那其實光波是不容易的 所以它下面 下面這邊就是 下面這句話其實是類似的 只是在反過來講 它就告訴你Sine Sita W大小於1 那產生第二條亮帶的話 必須要W大於Lambda W大於Lambda才會產生第二條亮帶 就是會有第一按文 會有第一按文 好 那再來大部分的情況 哈囉 第二個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大部分的情況是W遠大於大於Lambda 這時候Sita非常的小 其他亮帶跟裝亮帶就十分的接近 擠在一起 肉眼就無法分辨 於是你就無法看到分散開的繞色圖案 來這個的極限就是這樣子來畫給你看 來它的極限 如果今天這個真的太寬了 來如果今天這個W真的太寬 哪會變這樣 來這麼寬 大家想想來光如果這樣過來 來請問一下碰到牆壁 密密忙忙 真的太寬 這時候光基本上 就通通都怎樣 好 這時候看到就是我們很熟悉的 來什麼現象 這時候來這個如果真的太光來上光 來這就光從現場 老實講已經照通話了 來是什麼 這個就是直線前列 就是當你今天W太大的時候 還波動 光的波動你就看不出來了 好來就變成說好像在討論是光的直徑 好這時候因為Delta Y太小了 好課本大部分的內容在這邊 我還有一些要補充的那個就等下次再講 好現在請同學看194頁 來講半天我們還要趕快做題目才會知道到底OK不OK 194頁來翻例5-4 來好了嗎 波長5100i的單色光 通過寬度2.4乘10-6公尺的單匣縫 請問 注意這是LAMD 這個你如果忘記請你隨時翻回去191頁那個圖來看 好第一按文發生處 跟小鳳的連線跟中央線的夾角來這句話敘述半天就是那個cita 好請問一下鄭賢芷來請問一下這算下就多少 來這等於剛剛考的了來請問一下第一按文的算cita 大家一起記一下來等於什麼 是不是就一個LAMD 不是不是不是LAMD來一個LAMD再出什麼 CW 好再來那第二按文發生在哪裡 Sinecita來等於多少 加油來就多少 是不是就2對不對 來就2LAMD注意什麼 W 旋轉繞射大家一定要回去好好的這個去研讀一下 我們的繞射的話 來他發生的這個Delta 就是Y的話 就是有 中央是0 然後再來按的地方是NDeltaY 這是按 對不對 然後他的量是N加1√2DeltaY 但是甘涉 來大家再回憶一下 甘涉只要分兩組 量跟按就好了 請問記得嗎 甘涉的量文Y是等於幾個DeltaY 哈囉 整數還是半整數 整數 所以來量的話來解釋是NDeltaY 按的話其實是N-1√2DeltaY 有沒有 所以兩個有很明顯的不一樣的地方 那至於那個DeltaY 一個是 W分之LLAMD 一個是 D分之LLAMD 來這部分是不是就非常的像 然後使用條件 L大於D L大於W 那些都非常的像 所以你要把很像的地方 來弄在一起 不一樣的地方把它特別抽出來 考試的時候 每看到題目一定要注意一下 這是繞色還是乾色 來照OK嗎 來我們來看第2題 辦例如 以波長6500i的光作單小鳳繞色實驗 小鳳寬度是6 乘以10的-4公尺 小鳳寬度就是W 來這是LAMD 來距離屏幕 來這是L 第一個 大家都不要看解答 來一起回答我 第一按文到中央線的距離 第一按文到中央線距離 來這就是在問Y 請問一下第一按文是幾個Y 一個 很好 Y的公式剛剛講是什麼 W分之LAMD 你說老師這不是需要一些近視嗎 你怎麼又直接用了 因為我一看這幾個就是很標準的 所謂標準的大家一定要有概念才知道它叫標準 光的話沒錯對不對 屏幕L1.5公尺是一般的 這個是多少 這是-4公尺 這是0.6mm 0.6mm也是一般的 知道嗎 這裡面的大小我在上次跟大家討論過了 所以這邊請同學直接去帶 但是一樣小心單位 好來第2小黎這個都直接問了 請問一下中央量代寬度就是幾個ΔY 兩個 所以第一個把ΔY算出來之後來中央量代寬度都是兩個ΔY 不過我要跟大家講我們現在這邊討論都是近視而已 就是近視的位置 但是中學學這樣就夠了 我們了解這樣子然後它有亮暗亮暗調粉這樣就很夠了 好來最後我們來看第6題 波長是Lambda的紫光 通過W的單峽縫 可在屏幕上產生清晰的繞色圖樣 好現在用1.5Lambda的黃光代替紫光 請問應該使用多大寬度的單峽縫才可以得到跟原來一模一樣的繞色圖樣 來請問要跟原來一模一樣的繞色圖樣指的是什麼東西一樣 就ΔY一樣 所以來這題其實很簡單 因為ΔY來繞色圖樣一樣代表ΔY一樣 那ΔY一樣的話是W分之Lambda 那這邊的話它沒有特別提就是暗示來它的L應該是一樣 所以你如果ΔY一樣的話它的W要跟Lambda成正比 W跟Lambda成正比 所以來這邊一講就應該知道來波長變成1.5倍 所以來請問一下 小縫寬當然也會變幾倍 是不是也是1.5倍 好 所以這是課本的內容來到這邊OK嗎 好 有10分鐘 我帶一點題目好了 我其實還有一個要補充不過那個我下次再跟大家來講好了 我們先留作業 其實同學就應該去把它做完了 看學姿 來我們的作業 請問同學前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這邊的話就是 我要留什麼 第5支 3頁 從第5題開始 第6題 7 8講過了 9 10 10 11 12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就是實力養成 因為我們現在下面就要考試了 實力養成那就把它做完吧 就把它做完啦 16題而已啦 我們現在跟大家討論一下 來好了嗎 來現在請農姐看一下那個5支6 12 12 我來講這個實驗題 好了嗎 大華 好了嗎 大華利用半徑5公分薄弊折射率 這個題目人家會喜歡考 他在99年之前考考過 最主要是因為他把幾何光學跟物理光學混在一起 兩個混在一起 然後折射率是1.52 厚度可以忽略不計的 半透明半圓米 這個透明半圓米我們在實驗室已經見過了 進行下列實驗如土18 大華在白紙上面繪製XY作標 並以公分為單位 將半圓米的圓心跟圓點重合 直徑跟X軸重合 現在我想這個圖就在這邊 第一題我們要利用這個來量 液體的折射率 他說讓入射光由O點入射 這時候入射角是53度 如土18 然後當裝滿液體之後 大華側的折射之後的光線跟圓弧面的焦點在X的地方 那X作標 來這邊大家看 我從這邊這樣入射 請問一下來到這個地方 會偏向法線還是偏利法線 來到這個液體裡面是不是會偏向 再來重點就是偏向法線之後 對不起來到這個圓形界面 請問一下會不會折射 不會 我們上課講過 這邊不會折射 大概是像這樣偏向法線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道折射光 折射之後的光線 就這條紫色光 跟圓弧面的焦點 就這一點 來他的X作標 所以來這X作標在這邊 來這就是2 這個作標是2.8 2.8 2.80公分 這個就是老師一直跟你強調的D小D的問題 這個是指考 他就直接問 當你記錄2.80公分代表這把尺的最小刻度是多少 來是不是就0.1 0.1公分 第二個 請你要計算並用正確的有效位數 來記錄代測議題的折射率 好我想這個D題應該沒問題 D題的話 這個入射角是 所以這邊可以直接用Snail定律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 我把圖稍微放大一點 來這裡是C 所以來是1乘以Snail 對不對 好來等於這邊議題的N N 等一下他題目裡面有N嗎 他現在是要求N是不是 好 N再乘以Snail定律 假設說這個叫C 來這個叫Phi 來Snail定律 好 金子同學可以看到 來這個Snail定律 因為這一段是5.8 2.8 對不起 好那剛剛那個編長是多少 哈囉來這個半圓形容器的 這個編長是多少 哈囉是不是就是5 好這是5 所以來Snail定律應該很明顯的 Snail定律就是5分之2.8 Snail定律是 是 來Snail定律的話是5分之4 好 所以這邊第一個可以把議題的折射率算出來 好我這個我沒有打算算下去 好這邊算出來折射率的話大概在1.43 好第二題 這等於是幾個光學喔 來第二題 我們觀測這個光線的路徑 觀測光線路徑 如圖19所以看第二個圖 所以它一個東西裡面要考好幾個觀念 入射光線PQ 來現在第二個圖是從PQ這邊過來 它跟Y軸的夾角是53度 且PQ延長線會經過歐點 所以來大家看這個圖 來這個圖裡面 如果直接這樣子過來 那這邊因為也是垂直入射是不是就垂直進去了 好這個第二個考什麼你看 第一個考你Snail定律 第二個考你在這邊要非常的小心 來大家知道來在這邊為什麼要小心 因為這邊要從議題出去要怎樣 是不是不一定會折射 不一定會折射 所以它到底會不會折射呢 他就問你說 當圓敏駐滿折射率是1.3的 液體的折射率 對不起現在液體是1.3 不是用剛剛內體喔 射出來圓敏的光線會經過第幾向線 還有夾角是多少 當你駐滿是1.3 來看上面這邊 如果這個是1.3 所以你要先找出它的臨界角 來大家知道臨界角是不是就1.3 我想剛考過應該OK 好 那這時候 這個是53度 這個也是53度 所以我的入射角 來在這邊 我的入射角 就是 3.5 5分之3 來就是5分之4 所以你要看5分之4跟1.3分之1 來同樣 會折射還是會全反射 你覺得5分之4大還是1.3分之1大 來5分之4大概0.8 是不是 然後這邊1除以1.3呢 有沒有到0.8 還是要是不是沒有 應該沒有 這個稍微估算一下 好 這邊就是告訴你來入射角比臨界角怎樣 來上面這個叫 這個是入射角 這是不是零界角 所以會發生 所以這題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其實在這邊全反射 那全反射之後 對不起 全反射之後因為又是碰到又從原型出發所以他就再度出去 所以這題他在考什麼 那當然因為既然是全反射所以是不是也是53度 所以他是從第2向線出去 他是從第2向線出去 跟Y走夾夾夾就是53度 但我們 講半天怎麼在講幾個光學 在講 Smell定律在講 那個 其實我們這邊的物理光學是在第3小題 好第3小題他就告訴你 哈囉 注意聽囉 那個 那你自己回去可以再看 觀測雙霞凤干涉 如圖20來就第2個20圖 我們直接看好了 好在O點內側放置一個雙霞凤 霞凤間距0.02mm 在空氣中播長650奈米的雷射光 沿著Y軸大家看圖 射向雙霞凤 屏幕位於Y等於2.0公尺的地方 屏幕位於Y等於2.0 Y就是L 那個Y來這一段就是L 來就是2公尺 然後來霞凤的間距D的話來是0.02mm 半圓民內 住滿折射率是1.3 所以來這邊 折射率是1.3的議題 從兩霞凤發出來的光波 皆可視由 唯有O點出來 請問屏幕 屏幕上所見的亮劇 來這邊屏幕上所見的亮劇 這邊如果純粹是 雙霞凤甘涉的話就會非常的簡單 Delta Y等於什麼 你先不要管那個什麼圓民之類的 來告訴我雙霞凤甘涉帶點什麼 D分之什麼 是不是有Lamda D分之有Lamda 來這邊有D 有L 這沒問題 問題來了 這個Lamda 要帶哪一個Lamda 空氣中的Lamda 還是水中的Lamda 你們覺得是空氣中的還是水中的 我現在這裡面有水 它的意思就是像這樣子 我這是雙霞凤對不對 雙霞凤所以我這邊先經過一些水 然後這邊是屏幕 所以呢 我本來這個光是這樣子過來 那當我今天經過這裡的時候來照到雅霞 本來應該這樣如果說我現在是這樣子 對了 他剛剛有一個東西 就是你可能會擔心說這光會不會有折射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兩個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有最後 最後兩句倒數第二行來那寫了什麼話 哈囉 有句關鍵字 兩霞凤發出來光可以視為怎樣 兩霞凤發出來光視為有歐點發出來那這邊就是暗示來要不要討論他折射 不要 是不是 好不討論他折射 所以 請問一下從這邊這樣出去來這樣出去 你們覺得Delta Y 跟空氣中一不一樣 哈囉 你們覺得一不一樣 我希望我這個圖上面有 我希望我這個圖上面有 有沒有 我先給大家看 這個是沒有水的 純粹是半圓形容器 我先給你們看實驗點 然後這是抓了水 然後想要放在這邊 好啦我看這個圖 請問一下 這邊已經在暗示你們來請問一下Delta Y是不是不一樣 是不是也明顯不一樣 這邊 而且來Delta Y變大還是變小 變小 所以來可能因為我現在時間上來不及我可能就先不講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來這邊的Lambda 這邊的公式沒有變但是就是要來帶來這個Lambda其實是水中的波長 好 至於為什麼你先回去想一下